我以前也是一個挺完美主義的人 想了很多事情,安排了很多事情 到最後都會有一些令你措手不及的事情發生 我想在一路去試一路去做的時候 就發現最重要的並不是你最後呈現出來 結果是怎樣,而是在做的過程中 我想 Design Thinking也會教我們 一路去觀察,一路去求證 在這個新平常之下,甚至我們沒有疫情 我想我們都要嘗試去擁抱現實 當真的希望去為社會做一些改變也好 或者在自己生活希望去做一些事情也好 都要考慮到其實現實生活裡面 有些什麼挑戰在這裡 我們怎樣嘗試在每一個挑戰 做出最好的情況 Design Thinking 給我一個最大的學習 最大的反思我自己 其實失敗是不重要的 在 Design Thinking 裡面 它會跟你說,你快點失敗 我們有一句說話叫 Fail Fast, Fail Cheap 就是要快點失敗 以及用一個少一點的資源去失敗 在 Design Thinking 裡面就是教我們 如果你有一個新的想法 你一定要先拿出來試 然後去拿這些用戶的 feedback 你才知道這個想法值不值得做 值不值得擺放更多的資源 Design Thinking 為我帶來的 是一個 Mindset 的改變 它教會我其實失敗並不是那麼可怕 最重要靜下來 聽一下自己和身邊的人 究竟有什麼需要 然後一起去找方法解決 勇敢去嘗試,重新出發 記者 李宗盛 進行 李宗盛 進行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